走了走了兄弟们 去吃超级好吃的拉萨 隐藏拉萨没有店名的 对 走了 大家看看啊 大家看看对面啊 因为这个在Google地图上没有这家店 然后大家如果来的时候 就搜索对面这个小区 你看 仙境高原 仙境高原说不到 打到这个英文 对 仙境高原 是旁边那个英文 旁边的英文 哦 现在中文说不到 对对对 旁边这个英文 我看看 对 这个英文字 给大家放大点 这个里面的红的是什么 这个红的叶子是什么 叫做姜花 哦 姜花 哦 那这个绿色的呢 绿色的 那个香草 哦 香草 那就是放在水里煮了 就是姜花和香草 放在水里煮 还有其他的酱料吗 嗯 这里面 还有这种盐啊 调味料啊 之类的 对吧 哦 这包也是他的酱料吗 它的酱料 哦 辣椒啊 黄姜啊 哦 辣椒黄姜 72了 哦 已经72岁了 那你40岁就开始做 20多 20多就开始做 20多那个时候在帮着别人做 然后后来也自己做 然后自己做 哦 那做了50多年了 哦 虾膏的味道 哦 还有虾膏 哦 还有虾膏 那他们这个什么都要放虾膏 哦 都放进去 哦 都放进去 好配啊 对 我也觉得颜色漫长的 那你们现在住也住在这边 对吗 哦 那就你们夫妻两个人吗 啊 那孩子呢 不能讲单的他们 不去外面工作了 哦 到外面工作了 那你们也不容易啊 我看你们平 我在网上看你们平时生意 平时生意也不错 两个人也挺辛苦的 不容易不容易 哎 这个是什么呀 哦 这是那个酸酸的吃下去吧 对吧 是 是 阿桑的 哦 阿桑的酸的 酸的就这个味道出来 好 大家看啊 这个汤底啊 原汁原料啊 大家看看啊 我们早上很早就来了 没有偷懒啊 对吧 还没开门 她说她早上6点就起来要烧水了 但我问她几点钟睡 你猜她说什么 我两点才睡 啊 她说做拉萨有很多的工要做的 对对对 她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吗 怎么做 那你们两个人还要管这个水吧 这时候拉萨还要管水吧 来得及吧 那饮料也是你们自己做吗 饮料也是自己做 就是喝的咖啡 也是自己管 就你们两个人 哦 那行 没有用小楼 哇 全是自己亲力亲为哦 太辛苦了 我的媳妇一定要来哦 哦 你的媳妇 哦 媳妇我来帮帮忙 你一定要帮忙 哦 那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 就三个人 那我不容易的 好厉害 大家要多多支持 那每天很厉害 应该生意也不错 那你每天睡这么一点时间够吗 够了 好厉害哦 那你呢 你也睡几个小时 12点 那你们怎么吃的消身体 可以啊 可以啊 我觉得uncle很精神的看起来 我要向你学习啊 嗯 很精神 没有怎么那么有病啊 哎呦 怎么他们就睡几个小时 18岁就结婚了 那今年几岁了 65岁 哦 有 都经过了 就要交五十年了 快五十年了啊 是啊 不容易不容易 这个也得也是夫妻老婆店 对吧 这家店真的很少人知道 他 你看他就只写了个Lasa 他连什么名的Lasa都没有写 而且 哦 这是他价格 你看价格你看非常的美哦 真的 没有 星期一 星期一休息 哦 每周就是两天 对对对 因为网上没有这个 这个 星期一 星期一休息 对 我们要凉碗 对对对对 什么都要哦 什么都要 好 对 好香啊 我坐在那里都闻到了 一早都准备好 黄瓜 洋葱 这应该是生菜 就是面铺在下面 然后把洋葱 黄瓜和菜叶放在上面 安提再切这个辣椒 你看安提这个手啊 常年在洗菜 泡在冷水里的 来 然后这是什么 咖喱叶吧 哦 试试薄荷叶 嗯 薄荷叶 嗯 薄荷叶 嗯 薄荷叶 好 然后就是用这个汤 煮好 这个汤是关键 这汤里面前面我看 Uncle还有鱼放进去的 是沙丁鱼是吧 嗯 哦 小的 真的沙丁鱼 至于这个汤料怎么煮出来的 我们也不知道 就刚刚里面我们看嘛 有些原料对吧 对 但是我觉得也没那么简单 对 然后把它敲上去 哦 要把这个 淋进去还要倒出来一点 再淋进去 等于把这个面烫熟 看这充分的吸收这个汁水 然后这些叶子什么也都烫熟了 最后 哇 这都好几遍 五遍了吧 四遍 哦 四遍 哦 要四遍 要烫到它的碗比较了 哦 烫到它的碗了 哦 烫到它的碗了 哦 哇 对 手还要 这都是功夫 你看手都碰这个碗 你看下面是拖的 但是就一个手指拖到这个碗 对 看到吗 这个手指 对对 这个手指 你看 就这个手指感受这个碗的温度 哦 对 但是上面和下面 又不能完全捏住这个碗 是烫的 你看 是是是 这个是不容易 这功夫功夫 真的功夫 好 两遍了 好 然后第三遍 好 然后第三遍 好 然后第三遍 不够热 不好吃 哦 然后手热 哦 不热不好吃 均匀的给它全部充分 倒那个汤汁再热 对 比较度 这个不容易的哦 不单单是这个汤 是啊 哦 这是前面 这个是姜花吧 叫Auntie把这个姜花 切得碎碎的 然后再撒上去 真的哦 这个这道功夫 你看 就它们两个人 然后就像个流水线一样 全部完成了 全部每一个步骤都是手工的 全部每一个步骤都是手工的 嗯 太棒了 现在你看漂亮了 这是我们第二次吃了 知道吧 对 第一次在一个路边摊是马来人 对对对 哦 这个是什么 虾膏 哦 虾膏 有没有吃 有吃 有啊 都吃 对 它这个虾膏是放在条根 下面然后给你放在自己去 自己去弄的 谢谢Auntie 挺高兴的啊 我觉得今天我们是第一个 过来的客户啊 对啊 都能看到这个整个 全部的制作过程 是 包括在早上的分配 我相信很多人 可能都 试试吃过啊 但是不知道这个制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对啊 真的我也看到了这些当中的很多原料啊 对 都是非常新鲜的 我还看到了就是他们年纪这样大了 给我们这样完全亲手做出来啊 我心里也蛮感恩的 这个食物我觉得 充满了爱 对对对对 充满了一份怎么说好像有一种生命力在里面 我一直都很想知道做拉萨的这个面条是什么面 你尝一下这个面条 它是有嚼劲的 我在外面吃拉萨那个面的不是软乎乎的 它是有嚼劲的 好有弹性哦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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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嗯嗯嗯嗯嗯嗯 之前我吃拉萨的这个面是那种很粉状 对是吃到嘴巴也就没了 对 我感觉它有点就是那种 乌冬面 跟乌冬面因为比较软嘛 嗯嗯 然后可能粉丝它是比较硬一点 乌冬面和粉丝的中间 对 这个软硬程度啊 这个汤其实这么浓郁 但是它还是好像能够蛮清确见底的 又不是那种很浑浊的 又有浓郁感觉它看起来又不是很厚重的那种感觉 它不是浑浊 它还是蛮清澈的 但又鲜甜 木荷叶也是蛮让人开胃的一样东西 然后配上这个百香果汁 百香果大家都知道有助消化的 这个很好 这个蛮开胃的 怎么样 百香果我觉得也蛮好喝的 好喝 对 大家过来还要点这个百香果 对对对 这个还蛮搭的 对 我觉得百香果他们这边饮料的特色 其他地方好像我也没点到这个东西 还有这个小鱼不知道拍的剪吗 这个小鱼不是那种吃在嘴巴里 有点很腥的感觉 我之前吃的拉萨我就感觉闻起来有股鱼腥味 你觉得吧 不知道是这个虾酱的腥味 还是里面这个小鱼的腥味 反正就是有海鲜的味道 对对对 但是这碗我感觉不是很腥的 反而鱼的这种新鲜和这种鲜甜 就在这个拉萨里面好像发挥的蛮充分的 对挺清澈的 那感觉就是它如果鱼不新鲜 它这个汤就混沌了嘛 对吧 而且鱼肉如果不新鲜吃到嘴巴也是一种烂烂的感觉 它还蛮紧实的 对对对 值得过来 这里很幽静啊英文 对你看我们坐过来 身边人都没有的 可能还没到饭点现在 是11点 11点半 因为这家好像还没有被炒到很那个 对对对 毕竟几十年了嘛 几十年了 虽然说没有像那些老招牌一样 但是它没有招牌 这种其实就是吸引我们的地方 我做的好吃 我连一个 我连一个名字都不需要 你Google map上都找不到 对对对 我连一个名字都不需要 其实怎么说呢 我们其实更希望的是 通过这个师傅啊 或者是uncle啊 或者是其他店啊 我们通过 希望通过食物 让大家了解当地更多的人 人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文化啊 背景啊 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 不是我觉得哎呦 我就单单给你说一个食物 这个东西好不好吃 它什么味道的 是 我觉得不是 不是我拍摄的主要目的啊 我觉得 好吧吃完了吃完了 原来是想结束了 你看 哈啰 又看到我们燕窝老板娘 我们吃完他们又来吃了 又预见了 这么巧 对对对 好吃哦 对对对燕窝 下次要给大家拍一拍啊 燕窝工厂 虽然说很多很多youtube也拍过了嘛 但是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可能拍出来都是又不一样啊 又不一样 然后然后我们之后去采摘燕窝的时候也去拍一下啊 给别人看看到底燕窝的这个整个过程 从采摘 然后到工厂里 包括那个燕窝的浸泡啊 挑毛啊 到后面的筛选啊 这个整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 但是这个糖尿病吃的水果 因为它几条很高 在台湾也很多的 好的好的 今天 我上海卖很贵的 今天粉丝有福利了啊 还能看到这个水果吃 叫莲霧 莲霧 台湾叫莲霧 什么叫莲霧 我也不知道台湾叫什么 以前它这里养很多鸟 哦对这有鸟的鸟 我们吃的时候会听到很多鸟 鸟也要吃啊 但是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哦这样 有爱金鸟啊 对 谢谢Auntie Auntie免费给我们吃的 嗯 吃冰的 哦好甜啊 诶 比我们那个卖的甜 感觉生理的高级版嘛 嗯很好吃啊 这个就是 它这个是organic 对的 是原生态的油脂 原生态的啊 天生天洋啊 天生天洋啊 天生天洋